今天您将看到 沈阳老铁准备好 明天又要核酸疗 不检的 这一回有说到 如果说您没有参加到第三次的核酸检测 那么您之后的疗室健康码就会变成黄码 可能会对您以后的出行造成无必要的麻烦 什么 你力太挺够了 你就不帮帮个男人你 你不帮帮个男人你 你不要帮帮个男人你 你就不帮帮个人你 时隔俩月小两口再见面 为何如同仇人 你上了我两个人就插来你 就插来我两个人 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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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齐上阵 矛盾从何来 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了 眼包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大洋 大家好 常言说心大事就小 心小事就大 你看同样是一件闹心的事 你要搁我身上 那就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再加顿烤肉 我还得加一碗麻辣烫 你看其实挺简单的事 但是这话吧你对咱说行 你放在别人身上 它就不一定了 前两天上午 沈阳市昏南区 一栋33层的居民楼楼顶 一个16岁的姑娘 在心里面就装不下事 姑娘这是出啥事的 跑到楼顶去干啥呀 哎呀妈 这可是33楼啊 3月17号上午 正在浑南区 鲸园小石城小区 核酸检测点直勤的民警 接到园区保安员报警 说有个姑娘 跑到一栋33层的 居民楼天台上 想要轻声 好嘞大伯 哎妈呀 我这碰到我 你干啥 他不行了 害怕嘛 不行 我还怕 宝贝 我没见 没见 我害怕 我咋害怕 你站着就行 啊 那你过来 你再过来一点点 不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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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过来一点点 你看他把咱俩死死的 他把他还塌也害怕 你臭吧 你过来点 你过来点 不你过来 我过去之后 你都会拽我 我不拽来了 我不拽你 我不拽你 你过来 你站在帽子这 这帽子这 这谁帽子 我再把帽子剪 不是 你把帽子剪 哎呀 我这 我这 我这心脏都受不了 别说你这心脏受不了了 隔着屏幕 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大肌肉都不敢喘的 说是迟那是快 大伙一起冲上前去 成功把姑娘救了下来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我就是这样 你走 没啥没啥没啥 你走走走走走 16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 也是内心最敏感 最容易瞎合计的青春期 这次回家以后 父母一定要多和孩子沟通沟通 好好的开导开导姑娘 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呀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做出悔恨终生的决定 接着咱们要说一个 关于疫情防控要紧的事 沈阳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明天就要开始了 公共交通要暂时停运 19号和20号 沈阳市的地铁公交车 和油轨电车全部停止运行 但是就在今天 沈阳的地铁和部分公交车 恢复了运行 但是途径大冬期的线路 还是实施甩战运行的政策 也就是说不上车和不下车 所以说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 我在出行之前 也一定要做好行程的安排 另外我们刚刚接到了一则消息 今天的沈阳疫情新闻防控发布会上通知说 将开展他们全市第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而在同一时间 全市的地铁、公交车 还有油轨电车全部停止运行 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定于3月22日7时至3月23日12时 对全市范围内 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采样工作 可能这个时候有的老铁会说 那之前我已经做过两次核酸了 而且结果都是音效 那这回做是不是也无所谓了 这次的核酸跟以往不同 如果说您没有参加到第三次的核酸检测 那么您之后的疗事健康码就会变成黄码 可能会对您以后的出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对拒不配合 不按要求参加核酸检测工作 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 造成疫情传播的人员 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另外还有不少老铁询问 说自己在自己的社区或者是工作单位的 核酸采样点进行了核酸检测 但是没有收到核酸检测的通行证怎么办呢 这个不用担心 大伙只需要打开自己手机里的疗事通 找到健康服务 点进去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页面 点击这个页面里的疗事通健康码 下滑到最底部就会显示用码记录的标志 点进去之后就会出现你近期所做的所有核酸 最后我还是要多提醒大家一句 还是那句话做好个人防护 积极配合检测 胜利就在眼前 曾经有一次核酸检测的机会放在你面前 你没有珍惜 等变成了黄马 你才追悔莫及已 如果要给这份核酸检测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我只能说早点做没毛病 另外咱们再次提醒大伙 从明天早上7点到后天中午12点 沈阳市的公交和地铁暂停运营 另外沈阳市开设了12345抗击疫情专线 12345有困难找政府 畅通企业群众诉求渠道 第一时间帮助企业群众解决疫情相关的困难和问题 想咨询和疫情相关的问题就记住了 12345 大眼啊 你知道今天啥日子不 今天不是练节日吗 那321上练节日吗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 睡不着的老铁赶紧看过来 有人倒头就睡 一觉能到天亮 有人失眠多梦 早上偷昏脑胀 今儿个咱们说说 怎么能睡得着 睡得好 睡到天亮 没烦脑 首先咱们分析一下 影响睡眠的都有啥 第一 打呼噜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打呼噜的习惯 并且醒来后 头晕脑胀 身体疲倦 或者你打呼噜打一打就停了 那可得注意了 可能导致你全身慢性缺氧 引起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等疾病 专家说了 打呼噜里的最危险级别 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说白了 就是打一打就呼吸暂停了 这时候得赶紧调整生活方式 减肥 戒烟 线酒 枕头电膏 侧身睡 舌肌训练等 如果这些风法不见效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睡眠呼吸暂停的 这个一线治疗 是家用呼吸机的治疗 就是通过物理的作用 把气道打开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口腔角质器 它适用的人群呢 是轻度的 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手术治疗 影响睡眠的第二个因素 就是电子产品 很多人刷手机 刷得很晚 月亮不睡 这我不睡 我是熬夜小宝贝 明明想着释放压力 结果给自己整成了 慢性睡眠障碍 看手机 刷游戏 刷视频 等等这个时候呢 你大脑实际是看到这些内容 你是兴奋的 第二个呢 就是手机这个短波光 它是蓝光 它会抑制你突然数的分泌 那么长时间以往的话 你的周夜节律 就会被破坏了 建议大家呢 上床之后 就不要看手机了 医生提醒 眼下因为疫情原因 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干 于是产生晚上熬点夜 白天再补觉的想法 奉劝大家赶紧断了这个念想 在居家的时候呢 也提醒大家啊 一定按规律作息 因为你补觉补回来的 也不是你在夜间的那个睡眠的质量 和睡眠的效率 第二个呢 你白天补眠之后 那你第二宿的晚上的睡眠 就会受到影响 长此下去呢 你的昼夜节律系统 就会发生改变 你看 咱不说 你不知道 原来睡个觉 有这么大的学问 这以后睡觉之前 我可不玩手机了 本来就是春困秋乏 下打盹 再被手机这么一控制 哪还有精神头干正事啊 换个话题 咱们说说消费 大伙发现没 现在很多的商家 都在办理一种 处置的会员卡 挖空心思 软硬结实 死皮赖脸 那就让存钱呢 那有的卡 一存就上万块 有人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有人呢 怕掉坑里边 赶紧绕行 也有人发现 机会来了 咋的呢 你不是兜里钱不多吗 还怕贵吗 来来来来 超低折扣卡 香不香 人呢 人呢 你去哪儿 带你身后 货带来了吗 钱带来了吗 喂 阿珍呢 我是大聪明 三十年了 其实我一直有句话 想对你说 我是大聪明 其实我爱你 兔崽子 我是他爸 你想干啥 哦 叔叔啊 这样 你把这句话 转给你女儿听 微信支付收款 一万元 谢谢老板 我闹他 我年轻地 张我 我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那不是爱人 我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我回来 哥 別衝動 身手挺溜啊 我每天都打來球的 我說你們這些顧客真有意思 當時追著我半考 現在追著我退考 當初是我天真了 還好我留了一手 我拍下了你的營業執照 不知道要上哪找你去啊 我要的東西呢 我要的你未必帶來 什麼意思啊 你上來曬太陽的 給我個機會 怎麼給你機會 我以前沒有選擇 現在我想重新來過 好啊 那你去跟小包偉說呀 看他怎麼罰你 你這是讓我去死啊 對不起 你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我到現在都沒怎麼明白 那店怎麼就突然倒閉了呢 什麼叫突然倒閉 當你買卡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快倒閉了 記住了 天上掉餡餅的事兒沒有 那掉下來的可能是陷阱 花錢買教訓吧 挺長時間沒給大夥唱歌了 是吧 今天想到一段黃梅戲 好啊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 你耕田來你之步 哎呀 你 不是你這吊唱的啥樣 我現在不說啊 那詞怎麼全都是一個人幹的國呢 那累啥小子呢呀 我耕田來你之步 我挑水來你交援 這叫夫妻同心才能黃土成金 才能是你我好比鴛鴦鳥 比翼雙飛在人間 今天熱線鄉親了要出場的男主角 咱們的熱線會員蔬菜大鵬鵬主王帥 他的想法有點特別 他是不求你織布 也不求你交援 就是我挑水來我交援那時候 你在旁邊掐腰看著陪著 哎 那就越幹越起勁了 眾裡巡撻千百度 熱線紅娘來相助 大家好 我是熱線紅娘彤彤 看見我身後這些大鵬了嗎 我今天可不是來採摘的 我是為我們熱線會員大鵬鵬主王大哥來的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這都是我為你打黑的江山 我有十多個大鵬 我這個大鵬種的是水果鐵皮式的 我那個棚種的是那個有機蔬菜 之前那棚種的是有機那個油桃 王大哥呢是1977年生人 今年是45周歲 身高是1米85 王大哥之前有過一段婚姻 但僅僅維持了兩年 在2008年的時候就離了婚 兩個人性格不合 完全是短婚未孕 那你看你在離婚這十多年期間 就有沒有給你介紹過對象 也有介紹過的 那咋就沒成呢 但是都是太物質地多 多麼多先你家給我買樓盤 你家給我多少餐禮 主要是把這個物質放在那個第一手位 王大哥現在跟父母一起生活 而且二老都有雙飽 王大哥幾乎每天就是三點一線 除了在家就是來棚裡幹活 要不就出去配送蔬菜 我沒有不良嗜好 不抽眼不喝酒 不進舞廳 不進那個網吧 晚上也沒有前科列技 我的愛好是聽音樂 看書 晚上運動 我家常便飯拿手 煎炒烹茶都行 你希望你找到的未來 另一半是什麼樣 我就想找個真心過日的 踏踏實實的 那個好好過日的 真心成假的 不圖前台的 不物質的 那最好能喜歡天然生活的 最好的 未婚的 離異的 或上午都可以 身邊沒孩的 年齡可以 最高能放到72年 最小能到85年 咱是沈陽的 嗯 對不 那你是說我是就找沈陽市裡的 還是說我是遼寧省內都可以 遼寧省內都可以 成省不屑 電視機前的觀眾 有相中我的 有不喜歡天然生活的 我可以去你方家也可以 只要兩個人看對眼就行 電視機前的小姐姐們 有沒有相中我們45歲的王大哥的 想和他共同經營這些大棚的 那又趕緊掃描 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入大海熱線會員 給紅娘童童來留言 如果你也想找高伴 或兒女找的餡的 熱線紅娘牽紅餡 快嫁會員 來留言 十多個大棚啊 那估計一年出老鼻子拳了 咱先不管人掙多少錢 也不管人長什麼樣 咱就看男主角 往大棚前面這麼一站 就是那股豪邁勁 那種精氣神 這就是我為你打下的江山 你別往那邊瞅 那邊沒打下來呢 打下這片已經夠用了 還要啥自行車啊 小姐姐們向著大棚的方向衝啊 就這些大棚 既是王大哥辛苦打下的一片江山 其實更是大哥勤勞持家的見證 說明王大哥在過日子方面 那是二尺溝挠癢癢 絕對一把硬手啊 電視機前那小姐姐們 有鄉中45歲王大哥 有想和王大哥一起織布交園的 趕緊和咱聯繫 別磨不開 你磨不開 別人有磨得開的 你到時候生塊就碗了 那碗裡的大肉塊 全都被別人給夾走了 來吧 給大夥成點實惠的 過日子咱還得樂喝的 看大海熱線 不但能省錢還能賺錢 都把手機準備好 打開微信掃一掃 紅包雨馬上開槍 這個二維碼 看見紅包可勁點 出來二維碼 按住識別 授權登錄 紅包最高88元 看誰手機好 此刻中獎率最高 我保證你能搶到 都操作完了吧 現在到微信支付裡查詢去 現金紅包都馬上爆炸 我就不信了 現金紅包還有人不要 誰搶到88元紅包 趕緊給咱留言 我再去你們家給你送費大禮 所有搶到紅包加入會員的夥伴們 注意了啊 恭喜你們 撞到了 紅包只是見面禮 後面還有大福利 每周熱線福利夠 9塊9 買所有 全是生活必備的好物 新聞爆料 消費維權 會員直通大海熱線 紅包福利都是小事 中頭寫著後面呢 就連您的終身大事 都在我身上 想找對象 先加會員 優質單身 隨便您選 熱線紅娘挺低嫩 鋼筋紅繩一起擰 相中誰了 跟咱說 紅娘出馬 指定行 早點照明追求幸福 早點享受愛情一路 我的媽呀 這麼多福利 這哪是加會員呀 這是請了個免費助理 幫你打點生活的一切 我估計你的親朋好友 肯定也需要這樣的一個助理 趕緊把咱們介紹給他們 還是掃這個二維碼 點擊右側轉發按鈕 按住識別 轉發給親朋好友 他們加入會員 你還能搶現金紅包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咱們全心全意為您服務 什麼 你的太緊張了 你就不會讓我男人你 對 你就不會讓我男人你 你就不會讓我男人你 你不會讓我男人你 你不會讓我男人你 十個倆月小兩口再見面 為何如同仇人 你殺我男人你 你殺我男人你 你殺我女兒 你殺我女兒 我殺我 我殺我 我殺我殺我 我說我女殺我殺我殺 老輩齊上陣 矛盾從何來 大哥推門先走 媳婦隨後跟上 結果咋這樣 要不你還是把我殺了吧 我要見牙瓜 明明我發出這句 隔壁親不能打 怎教育學學她 為孫女嗷嗷哭 親姑娘被媽打 這是啥節奏 我生了 還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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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彈船老曼芝還沒好 老曼芝可彈船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好書寶 好書寶牌 黃金油膠碗 採摘廣西大峽谷 夏秋兩季一生黃金葉 鮮葉提取 一公斤鮮葉提取 一克黃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還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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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曼芝可彈船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好書寶 好書寶牌 黃金油膠碗 採摘廣西大峽谷 一生黃金嫩葉 一公斤濃縮提取 一克黃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農潭酒殼還沒好 快用好書寶 生命中的每一個點滴 都蘊藏著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二十七年 我們因健康而生 對於一粒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帶有生命的溫度 荷蘭黃金茶奶袋 多重配方 一粒科學實驗試驗證 從牧場到家庭 從中國到海外 一粒羊奶粉 用更高品質來呵護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購為您精選的無蔗糖精膏 原料精選瀋陽法庫的國家地理標誌產品 東北鐵山楂 口感Q彈有嚼勁 酸甜适中老少皆宜 現在下單馬上快遞到家 掃描二維碼 進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購 直接購買吧 歡迎回來老三陪您接著了 話說3月16號那天下午4點多鐘 瀋陽市大東區東陵西路 名貴家園附近發生了一場火災 危險時刻 一群硬漢一路逆行 危險面前不曾落淚 但是面對一顆顆火熱的心 他們的眼睛濕潤了 三月16號 在大東區的東陵西路 名貴家園附近 我們是16點03出的景 16點30分到的場 它是一個存放水果泡沫箱的腳踏起火 凌晨一天中返回的 我們大概工作了 大約有9多小時左右 都說消防員們是最美的逆行者 也是我們生命的守護者 這步直到深夜滅火救援才基本結束 消防員一邊繼續觀察現場情況 一邊狼吞虎咽站著吃上晚飯 就在這時一聲聲稚嫩的聲音 溫暖了大家的心 我們是4點多的出景 其實大家在工作5、6小時之後 其實也是非常熱的 這個是屬於開村 但是夜晚還是特別冷的 但是有那個好心的群眾 還有客區的各個人們給送來熱水 還有那個當時我記得是 一個目前待著兩個孩子 聊一下男孩 然後還有孩子的奶奶 然後給我們送來的熱水 其實還是感覺很感動 挺溫暖的 然後還有那個一對夫妻 送來的雞蛋 大概只有煮了三至十個雞蛋 然後煮了牛奶 然後還有一邊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 只不過有人替你負重勤行 你守護我 我溫暖你 這就是相親相愛一家人 每個人都有 人在吃飽了 拿我點水飽了 心裡會不會感動 就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 儘管晚上會非常寒冷 這段時間非常長 但是我們覺得一切都失眠 因為熱水不光暖了咱的手 也暖了咱的心 有這麼多群眾支持咱們 消防工作肯定是越感越好 互幫互助 暖胃又暖心 咱就說這幾杯水能值多少錢呢 它值不了幾個錢 但是就這一個小小的舉動 卻體現了人民群眾 對消防工作的認可 你保護我們平安 我關心你冷暖 換個話題 說春分已過太匆匆 疫情傳播又汹汹 各位老鐵請牢記 勤洗手來多通風 防疫消沙不放鬆 在此關鍵時刻 老三代表大海熱線欄目組 鄭重提醒大夥 非常時期一定得做好 個人及家人的防護 消毒洗手液 酒精湿巾 口罩這些都是必備品 說到酒精湿巾 到底怎麼選 應該選什麼樣的 咱們今天好好跟大夥說道說道 在出門帶不帶消毒用品 我們都帶 到哪兒 出門都得拿酒精噴一噴 我就帶酒精湿巾 帶點酒精噴霧 口罩和酒精是必備的 有的時候會去大 那個藥店買一些大的酒精 大瓶的 然後分裝到小瓶這樣使用 在熱線記者採訪這一圈下來 發現在防疫的關鍵期 口罩和酒精是大夥最常備的防疫物資 可您知道為啥酒精好用嗎 75%的酒精液體透過細胞膜 進入細胞之內 由於酒精的揮發性 吸收了細胞裡邊蛋白質的水分 揮發使它脫水 蛋白質凝固 而達到殺死細菌這樣的效果 可見對於病毒的防範 75%的酒精是靠譜的 但如果方法不對 效果就未必靠譜了 噴其實作用是非常微小的 你比如說我們這個桌面 它已經很髒 它上面已經有了很多的這些污渍 你僅僅是噴在上面 那它也只是什麼 它只是蓋住了污渍 有些細菌啊病毒啊 它這個污渍在它的表面覆蓋上 它形成一種膜 就像保護膜一樣 所以你噴了以後 其實沒有多大用 那麼一定要是什麼 要擦拭 通過我們的這個物理摩擦的作用 把它也要帶走一部分 說到擦拭 大夥首先想到的是抹布佔酒精 可這樣回頭還要再清洗抹布 如果您不想愛之分類 還想達到消毒殺菌的作用 這款酒精濕金就相當靠譜 我們濕金用的是95%的食用酒精 每批採過的酒精都是有自檢報告的 然後或許我們調到75% 市面上的一些酒精濕金用的是工業酒精 工業酒精呢 雖然也是能殺到 起到一個消殺作用 但有些環境下它是不能用的 比如說小孩的玩具或者一些食品 我們用的是食用酒精 水果 擦拭還有小孩的玩具 這些都玩起來沒有問題的 原料用得好 濕金的試用範圍就大了 可是消毒效果最重要的 還是要看酒精的濃度 我看這個濕金都是用這種紙袋包裝的 怎麼能保持這個75度的濃度呢 你看咱們這包裝從表面看 看不出來什麼吧 我試給你看 看到沒 裏邊是有這個像銀色的 它吸紙一樣 這是什麼呀 這是一層肚裏膜 它能防止酒精揮花 然後呢長時間裏面能保持酒精的濃度 75% 這個呢有助於咱們後期的使用 就是擦拭的時候它能 是75度的效果是吧 對 幼稚水磁布搭配75%的實用酒精 採用經過層層過濾的純淨水調配 每一張做好的消毒濕金 都是濕潤柔軟的觸感 小小一包隨身攜帶 讓您在消毒的同時感受到的 都是柔軟與安心 我估計這個時候大夥家裡面 可能多少都會被一些這個酒精噴霧 感覺從外面回來了噴一噴身上 噴一噴手什麼的 但是咱們得提醒大夥 千萬得注意安全遠離明火 就是你一旦噴完之後遇到明火 那就特別容易引發火災甚至是爆炸 有了酒精消毒濕金 那就方便不少 而且坐地鐵也能帶 這款是含75%的酒精棉濕金 經過權威部門的檢測 能夠有效的消滅白色念珠菌 大腸桿菌 還有金黃色葡萄球菌等細菌病毒 殺菌率可以達到99% 一小包是10片方便攜帶還好用 咱出門坐公交車或者按電梯 取完快遞什麼的 無論是居家辦公還是外出 隨手一擦 隨方便 需要消殺品的 現在就拿出手機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大海熱線 點擊北方嗨購 這樣的20包才十多塊錢 另外還有一次性的醫用口罩 免洗消毒殺菌洗手液等等 防疫物資都在惠民秒殺當中 家裡有需要的 現在趕緊下單 用了黃金油 咳嗽不發愁 感謝評傳去談 效果嘎嘎好的黃金油膠丸 對八新聞板塊 嗷嗷給力的支持 很有巴 魚有巴 魚肝也有巴 這部簡簡單單的釣魚三件套 就全了 只要心中有魚場 哪都能實現釣魚夢 用最長那些釣最小的魚 魚做夢也沒想到 在寢室裡都沒躲過去 危險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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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危險 要不你還是把我刪了吧 我要見牙瓜 命令我發出這句話 妹妹你後面走啊 老公在前頭 老公一撒手 妹妹也悠悠 哎呀媽呀 你倒是給我抓著點門啊 點力劑 今晚就讓你跟門板親密接觸 調整呼吸 雙手擺臂 用標準的姿勢旗袍 只是別人的目標是衝向終點 這小夥的終點卻是手機墊 瞅給人們撞的 你是想修手機啊 還是想搶手機 無欲絲狼 沾到無欲絲狼 瞅這樣手機是修不成的 咱還是先修門吧 孩子不聽話怎麼辦 別著急 外婆有高招 站好了 不許動 今天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 以後你不聽話 你媽就是你的下場 小朋友一開始不太聽話 然後跟外婆有點對著幹 外婆就把她喊過去教育她 本來我躲得挺遠 然後同時就把我一起喊過去 讓我一起罰站 可能也是捨不得打外孫女吧 就只能對自己的姑娘下手 帶孩子一直哭不停 然後外婆就說 如果你再哭 我就要帶你媽媽 如果你心疼你媽媽 就不要哭了 然後後來小孩也可能 比較心疼媽媽吧 就打了四五下之後 孩子就停下來了 女不教 我不知過 這招殺雞儆猴 啊不是 打女嬌孫 用得妙啊 什麼 你的牌挺夠了 你就不會幫個男人你 你走完了快點 你不要幫幫個男人你 你不要幫幫個男人你 你就不會幫幫個男人你 時隔倆月 小兩口再見面 為何如同仇人 你殺了我兩口 你就是差了你 你就差了你 我差 我不點插我 我點插我 我不說我點插你 老輩騎上陣 矛盾從何來 還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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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談喘老曼之 還沒好 老曼之可談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已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还没好 还没好 老曼之 咳痰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已生黄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中医传承 匠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伴您健康百年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乡风 牙不好 吃饭费劲 吃啥都不香的 各位老铁注意了 大海热县专属福利开炸了 甭管牙有啥问题 您就记住三个字 康贝加 沈阳康贝加 全国连锁口腔机构 实力强 口碑好 牙齿种植 矫正 美学修复 治疗护理 通通一站式解决 眼下质牙相当划算 进口直体3.4折起 只要您打这个电话 张嘴就提咱大海热线 不光能预约到明医看牙 拍片检查还不要钱 这福利绝对够用 都说小别圣心婚 刚刚当了妈妈的小宋 跟丈夫分别两个多月 现在营绕在心头 绝不是浓情蜜意 而是绵绵不绝的哀怨和愤懑 肯定有事 事还不小呢 最近她天天一泪洗面 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 回了娘家 一转眼已经两个多月了 这个时候着急上火 那孩子容易吃不着奶呀 你看 这大洋都懂这个道理 可是小宋丈夫倒好 不闻不问 好不容易 今天双方家长见面 要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 万万没有想到 这局面还失控了 你上火两个人就差了你的哈 就差了你们两个 我差 我你差 我你差 我我差 我我差 我差 我都不出了 你说我给他说啥 你们家就两个咱们做 那是无关系 这叫啥意思啊 看吧 这边老年族的俩亲家 炒得灭红耳赤 那边青年族的小梁考 也没闲着 小宋和丈夫也同样是针尖对卖盲 这真是一齐萝卜一齐菜 自己的孩子自己爱 提起今天这尴尬局面的由来 小宋长叹一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参加幸福的记忆 从儿子降生的一刻起 就戛然而止了 主要矛盾的起因就是说 这个孩子从产房报到病房 第一个抱孩子的人是我妈 你就这样做了以后 有啥不好的呢 他没跟我直接说过 但是他跟他儿子说过 跟他儿子说的时候 就是表现得挺委屈 然后一边哭着一边说 他委屈 对 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抱着 可能是说对这个 应该让他抱着 对 说对这个孩子以后 有什么影响了或者怎么样 这些事具体我没听着 但是这是事后 他儿子跟我吵架的时候 跟我说的 小宋说 因为婆婆不是第一个 抱到孙子的人 所以老人心生不满 由此引发的矛盾 更是接踵而至 矛盾也不断地升级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开始 我是抛肤产生的我家孩子 生完孩子 是四天出院回家之后 我丈夫就因为这件事 开始就和我吵架 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母亲没抱着 然后就开始和我吵架 然后这一个月吧 基本就是 就是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什么事在他眼里 就都过不去了 就都成问题了 就坐院的时候 可能是有的时候心交 有的时候脾气不太好 可能是有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点句话说不对了 孩子奶奶回去之后 去那屋 跟他儿子就哭上了 就上上课了 回来他儿子就开始跟我吵架 这一个月就这么过来的 天丁尽口本来是件好事 这到了小宋家 怎么就变了味呢 难道是婆家 嫌孩子的姥姥长得不好看 不是大眼你这啥意思呀 这和好看不好看 有啥关系呀 那不有个小品嘛 就是说孩子出生第一眼 那得看一个漂亮的人 那不好看就都不能出现呢 那是冯公老师的小品心愿 你这有点扯远了你这 那因为啥呀 小宋说了 自打儿子出生以后 丈夫的种种做法 都让他含心呢 在小宋需要关心和照顾的时候 丈夫小杨并没有守护在身边 这让小宋感到非常伤心 可是思来想去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人 他期望着一家人 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 然而现实总是和希望距离很远 春天兄弟打拢了 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 说是问问我对象 哪天有时间过来 说帮我把地打打拢 种一种 我对象就说 一个不来 十个不来的 没有时间 没有空的 说是干啥没有时间 就是没有时间 我不来给干 你说我们 我们家三个姑娘没有儿子 结婚之前吧 这件事 就是有言在先的 他们家是有承诺的 结果到现在你说 他们家就不给干了 不给干了 不给干就不给干了 还不行 打电话非得把我爸我妈叫去 叫去之后 要把这事还得好好论一论 评评理 孩子落地第一报 奶奶没想到 心生不满 于是跟儿子嚼舌头 拱火 回头 儿子再跟儿媳耍态度 这一小段 传统戏剧里常见 现在活生生 就出现在咱们眼前了 这都是猴年满月的老黄历了 咋还扯这个呢 第一报跟第二报 能差啥吧 更加荒唐的是 婆家人还揪住这个事不放 扩大了打击面 儿媳小宋一气之下 抱孩子回了娘家 说这话 这是第一回合 当时帮忙原厂的是一个好心的邻居 遗憾的是 这事有了第一次 可就收不住口了 后来是我们囤子有一个姓严 我跟他叫大爷 也是一个邻居 觉得这事看不过去了 然后他是主动出面 上我家来把这事吧 就是就这么地儿给说过去了 把我接过去了 就属于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 这回去了之后 也就消停了能有个20天左右吧 这夫妻之间也没有不吵架的呀 因为点机房算比的事 我们俩们吵起来了 五经半夜了 就把我孩子就推出去了 你们走吧 你放我推出去了 离婚吧 这真的不能过了 听话听音 通过小宋的讲述 咱们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这对小夫妻之间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更多的都是因为一些鸡毛小事 尤其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和长辈之间的关系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之间 缓和是短暂的 而紧张则是长期的 要说不顺 处处是坎 果不其然 他消停没几天 又出事了 我围着他娘就住了几天 然后我就给我对象打电话 我说我回家 你家里活干怎么样了 我一打电话说我要回家 他就告诉我 你先别回来了 你没事不着急 你先别回来 他就推出不让我回去 我有个二姐 也是在我们一个村子住 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 问他说你这两天 看不看我对象 他这样干嘛呢 他就告诉我 我说没事 在家帮他爸在树梅呢 就是因为这么一条短信 我俩就吵起来 就这么点事 吵起来之后 就把我撵出去了 离开婆家 心里装着委屈和愤怒 小松抱着儿子 再次敲开了娘家的门 这一住的时间还不短 足足两个多月 本以为丈夫冷静之后 会主动来和解 可是小松却没有想到 人家竟然不闻不问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松也在反思 他们夫妻 为啥能走到今天呢 思心想后 他觉得夫妻俩 发生的矛盾和摩擦 根源都在公公和婆婆 确切地说 是因为婆婆的思想 有些迷信 我跟你说 我公公婆达到什么程度 我和他儿子一吵架 就跟他儿子说 咱家也算过了 你们两个早晚得离婚 就这样 你信他这个吗 我不相信 但是他们家人全家都信 婆婆的迷信 不仅闹得小松夫妻感情不和 甚至还差点影响到了 孩子的健康 两个月了 这孩子脸上就起湿疹了 起了湿疹了 你说他起湿疹特别严重 头上一起脸上一起 然后我就问我婆婆 我说这孩子起湿疹这么严重 咱们是上医院去给他看看 还是怎么办 孩子这么小 他也受不了 我婆婆就告诉我 没事的 我找我家人问了 告诉了 每天每天就好了 你不用着急 没事 面对婆婆的愚昧无知 无奈的小松只好偷偷抱着孩子 跑去医院救诊 经过医生的诊治 孩子的施展好不容易才痊愈了 从此以后 小松和婆家人的关系陷入了冰点 这啥老人呢 咋还能不盼着自己儿子好呢 过日子不靠人 要靠别人的算 他要像这样的婆婆 儿媳妇得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 其实要我说 就只剩下俩字了 逃离 封建迷信 对于家庭生活危害 咱不用多说 那么事实真相 是否如小松所说 他的婆婆是否如此愚昧顽固 不通情理 这个得好好求证一下 这边婆婆的态度很超脱 并没有回应儿媳的种种指责 那边两位父亲 也并没有珍惜这次见面机会 战火重燃 这一回老丈人 把怒火发泄在女婿身上 你儿子去了 你儿子不是耍火 那你说他儿子 你别说耳子 那是你们俩子 你在我那提凳子坐以后 你那熟知耍火 我那叫耍火 你怎么不耍火 我那腿疼 你再耍火 我那腿疼 关在这儿 你再耍火 我就耍火 今天吧 你说我这几天 我都被打定 这就是腿疼 我干活了吗 这孩子去哪里 你干活了 你就说句实话了 行吗 两亲家是争论不休 你说你的道 我说我的理 道理是各不相同 但原因却只有一个 因为种地 我当时跟种地说 告诉我妈一声 这媳妇就说 我们就给我妈她的种地 你还得告诉我 你妈一声 这话是你听谁说的啊 你说 等会儿 等会儿 我就问你这话 是你听谁说的啊 就是你亲爱听见你妈 不行 你妈来听见你 你妈听见你 我就说一句实话不行吗 说一句实话 这不是实话吗 你一张钱 我一张就转 我一张就行了 你们就这么 你们这张钱 这不是别 好 小猫扯线团 越扯越远 咱们仔细掰扯掰扯 这一家子 这事还真不少 一个手机短信 就能点燃战火 孩子得一回失诊 也闹得是鸡犬不宁 老丈人种地 姑爷女婿不到位 也能埋下一颗雷 这都叫事吗 你叫这没啥 但是在人家局内人看来 这就是大事啊 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刚说吧 心大事就小 心小事就大 其实要我看 如果天天在这些 鸡毛蒜皮里边打转转 这两家人别说一辈子 两辈子都不能和谐 今天这事咱们今天说不完 明天调解继续 还没好 还没好 可谈喘老曼芝 还没好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磕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下秋两季 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磕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磕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还没好 还没好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磕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一生黄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磕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磕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北方嗨购为您精选的 无浙糖金高 原料精选 沈阳法库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东北铁山楂 口感Q弹有嚼劲 酸甜适中老少皆宜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二十七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一粒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一粒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一粒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半天你妈的 和你父母 断绝父母关系 你们家就家 和俺们断绝父母关系 这叫啥意思啊 老人建树 小两口矛盾疲发 我帮我扔你了吗 我帮我扔你 我帮我扔死了万千万 所以我想学 谢谢 妻子狠话说尽 丈夫做何选择 破镜重圆 是否还有希望 大海热线近期播出 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先绕到这 明天晚上还是十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线 接着绕 热心茶